师傅,我又问一条很基本的问题 符本身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符这件事 符当中,你要看符头,符身,符胆 符头多数就是,你是请到哪个先师 符身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会写到明,俱斜也会写 例如你看这套俱斜也会写,神功俱斜出爱 符胆是什么呢? 符胆是通神的精髓,全部写在符胆 什么是符胆呢? 你看到这里吗? 黑色的符胆是不是? 这个是符胆 我们会把所有重要的花字写到符胆 这么小的位置? 有很多字,重复写下去 哦,很奇怪 但是师傅,这符是哪个派呢? 例如有时看到的会有些不同的样子 不同的派的符,样子都不同的 现在这个体制是我们录音的符 这是录音的符 符也是没有符胆的 比如华刚教的符是没有符胆的 这是传承下来的问题 分别就是这样 当然你行不行啊,师傅 一样就是这样行 最重要是医师传我,医我传徒 真传真徒 OK 师傅怎教你,又怎教徒弟 一代传一代 那一定是行得到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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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